當馬路上車水馬龍 一輛藍色轎車正在停等紅燈 過沒多久 遠景騎著機車靠近 示意車上乘客接受盤查 但車上四名惡煞一下車 就拔腿狂奔 任憑警方在後方追趕 但還是被逃逸 聽到有吵架聲 然後就是開始在找 後面有聽說 你給我趴下趴下 還動什麼之類的 我就轉過去看 然後才發現就是 警察在就是壓制嫌犯 一方店家聽到巨響 還搞不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就看到遠景穿梭在車陣當中 用跑的不行 乾脆騎機車追趕 甚至支援警力到場 堵住大馬路 嚴重影響交通 長達兩個多小時 8號晚間九點多 文林路一家超商前 民眾報案看到 有人被強壓上車 警方立即展開攔截 圍捕 十七分鐘後 在乘德路七段攔截 犯案車輛 但是警方疑似佈陣 戰術出了問題 只逮到一名嫌犯 強調同仁英勇歹人 但是卻難以掩蓋 被三人逃逸的事實 根據調查 被打的五十六歲 無姓被害人 因為千萬元的土地投資糾紛 和對方相約談判 但卻遭到四名嫌犯毆打 導致他雙手手臂挫傷 腳趾砸傷 四肢也有切割傷 雖然警方貨報 即時攔截 原本以為可以瓮中桌邊 但沒想到 卻只抓到一個人 這樣的辦案技巧 恐怕也讓人對地方治安打上 大問號 記者嘉明 楊忠聖 臺北報導